正常動作 正常動作 目標 很意思嗎? 用品範幫我教這件事 我在按鈕片上 我ettes戰 你好,我是Mira 刚刚看完《心理商谈》回来 现在就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件事 都有机会认识了很多跟娱乐圈有关系的朋友 所以对KPOP的世界多了很多了解 大家觉得他们这么风光华丽的舞台 背后真的有很多不开心的 我不特意说哪个 但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憂鬱症 大家有时候看youtube都会看到有些人分享出来说自己有憂鬱症 但没有分享出来的其实是更多 我想其实除了娱乐圈和我们做youtube的圈子里面 可能有很多观众也有憂鬱症 或者出现一些憂鬱症状 但对于我来说 令我不开心的点会在哪里呢 其实有很多的 其实我之前的影片也有解释过 一直以来令到我情绪这么不好的原因是什么 但其实我现在看完也跟留言有很大的关系 我看留言觉得我会很不开心 以前啦 现在OK了 但很多人会说 那你不开心就不要看咯 但不是这样的 其实留言这件事是越看越上癮 讲的上癮 其实你看到是 越有人说一些伤害你的东西 你就会越想知道 究竟是只有一个 还是两个 三个 其实有很多个 慢慢想找更多 其实我觉得有点变态 有点弱待自己 但同时也有很多正面 支持我的留言 所以我没有理由是 我内心觉得我没有理由 为了这些所谓的恶评 而忽略支持我的观众 有时都在想 其实自己 喜欢些什么 生存是 究竟为了些什么呢 迷惘的 我相信 看影片的大家 无论是十几岁 二十几岁 三十几岁 四十几岁 其实你一定会有 试过迷惘的时候 但我是一个正面的人 所以我当时一发现 自己好像有问题 所以我就立刻去找方法解决 那时候我就很担心自己 究竟是否真的有所谓的 忽略症 因为我觉得一般人对忽略症 其实真的没有很多了解 我自己其实都不了解 什么的忽略症 在华人的社会里面 看心理医生是很贵的 有没有资助我的政府 是不包的 我上网搜索的时候 我看到香港 50分钟是二千元左右 你去看心理医生 你不是看一次的 可能当一个疗程是十次 那你就两晚了 所以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 真的很严重很严重的时候 才会想尋求医生的帮助 大家都知道 韩国是一个很高压的社会 所以其实 所以不知道大家知道 其实在韩国 去看心理医生 是一件很普遍的事 因为韩国始终有一个 压力爆煲的问题 我看了今年的 全世界自杀率排行榜 曾经排名第一的日本 现在跌到第六位 第二 韩国 原来是全世界第二 因为有心理问题的人很多 提供这些解决问题的地方 也有很多 我刚刚在地图 搜索一些心理辅读的中心 我发现 弘大已经有五间 合政也有八间 我真的 总是一间在阻间 韩国就叫做心理商谈 其实就等于心理辅导 就是平时我们说的心理医生 韩国的心理商谈价钱 50分钟 就是由5万万到15万万不等 就视乎心理商谈师的资历 但是我去的那个是免费的 大家是不是很好奇 为什么会免费呢 因为我去的那个 其实是 建策 心理商谈师来的 因为在韩国 你要成为一个心理商谈师 你要读很久的书 有几级考试 而这些学生们 其实他们都需要教功课 所以 我们就是他们的功课 透过和我们商谈 然后去累积他们的经验 他们都会问我们 他们说 今次我们谈的事情 可不可以作为一个案例 给他们同学之间研究 那这个是完全个人决定的 那你ok就ok 不ok 他们都不会选择 就是share 虽然说是免费 但是我们都会在一个 心理商谈的诊所里面进行 所以都要像证式 给回1万元就是 你可以当是那个诊所的租房费 我猜到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精神科医生 和心理医生的分别 其实我一开始都完全不知道 是没有概念的 就是平时我们叫的心理医生 就是心理辅导师 心理商谈师 其实他们就是主要透过 就是他们的主要工作 就是和患者去聊天 他们的治疗工具就是聊天 在过程中 如果发现 需要更深入的治疗 就可能会转介给精神科医生 而精神科医生的工作 比起和患者聊天 他们是偏向用药去做一个治疗工具 所以当有很多人不知道 两者分别的时候 就会直接看精神科医生 然后就会觉得 为什么医生和我说了两句都没有 然后就直接被药打发我走的呢 其实就是因为他们根本是不一样的 所以如果你想找人聊天 就要找心理商谈师 如果是真的有问题 是真的需要用药物去治疗自己的时候 你就需要去找精神科医生 对吧 那时候我就很担心自己是否真的有抑郁症 其实上网我有做过一些测试 是说我有轻度的忧迹 我超怕的 所以我最后都是决定去寻求别人的帮助 我和一个韩国朋友说起这件事 他就介绍原来韩国是有这些免费的心理商谈的地方 他自己试过觉得OK 就介绍我了 商谈的次数 总共是十次 每次五十分钟 过程里面 如果你觉得和那个商谈师是很不夹的 或者你觉得很不喜欢他的话 其实你可以要求换人的 千万不需要说觉得很害臭 或者觉得很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是有这个权利的 其实我自己觉得做这些心理商谈 最重要是不可以说任何的大话 就是要100%将你现在的状况 完完全全和心理商谈师去说 一开始你可能会觉得不适应 因为始终对方是一个陌生人 其实我自己也没有试过 跟一个陌生人 这样圆圆全毫无保留 这样说完 但是因为你只有这样做 商谈师才可以了解到你现在的状况 才可以帮到你 所以如果是有什么隐瞒了 其实效果就可能会有少少扣分 其实十次商谈师里面 每一次因为你越见到商谈师越多 其实你对他的信任就越来越大 所以到之后其实都很容易分享 耐心的情绪给他听 但是其实很多人都可能会问 那和心理商谈师聊天 和你和朋友聊天有什么分别呢 两者都会聊天 那我就觉得有分别的 我觉得要看你的朋友 就是你聊天的对象是什么人 因为心理商谈师始终他们是 真的有读一个课程 是累积了很多经验 找到一个问题的根源出来 那如果有朋友的话 我觉得很看本身自己的个人经历 通常人和人之间的经济 你都是用自身的经历去分析 就是再说一个个人的感想出来 但是我的心理商谈师 他完全没有说任何个人的资讯 没有说任何个人的想法 他是一直问我问题的 譬如我说我很不开心 他就说那为什么不开心啊 有些人会留言 看到我热配片就说又卖广告 那你看到这些留言有什么感受呢 那我就会说 那首先我不是每条片都有卖广告 我每个星期大概都会出3-4条片 完全有一个高频率的发片量 其实很偶尔地会加一些广告进去 观众的眼光可能是一条广告片 但是在我的角度 其实我花了很多时间 令整条广告片倒下来 就是希望观众看得开心的 但是他们这个一句话 就好像完全否定了我抹杀了我的努力 就是我觉得自己白费了气力 然后他就会说 那为什么你会觉得他们有这些想法呢 那其实都不是每个人这样想的 只是小部分人而已 我都知道每个人有不同的思想 那我都控制不了的 然后他又会问我 那你觉得为什么每个人有不同的思想呢 然后我就说 那可能成长环境不一样吧 那所以接受我的教育又不一样 所以就会有不同的价值观 想法都不同 总之他就会是这样 一条一条问题这样引导我 去找到一个答案 而不是他自己答一个他的答案出来 我觉得心理商谈私的作用 就是令我们去思考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但我都觉得如果和朋友聊天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都说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找心理商谈私的 但是可能就是朋友之间 你未必真的100%会把你所有的都会说出来 那这个我觉得就是那个分别 其实在商谈里面呢 其实他就帮我找到一个问题 然后就是他说我呢 其实一直都很不习惯自己的感情表达出来的 就是好像是一个桂桶 我一路把一些不好的情绪一路塞进去 最后就会爆了 那现在就是爆发的时候了 而且我真的想得太多太多事情了 他有一个例子很搞笑 他就说 譬如我戒上了手指 正常一般人可能会觉得 戒上了 那去医院吧 然后包拆一下几下就好了 但是我呢 就会是那种 啊糟了 戒上了手指 怎算去医院好 还是我自己包拆好呢 他的血又好像流得不太多 可能等一天就OK的了 那我自己找些消毒的水消毒了 咦 但是自己消毒的会不会又不过意 插手我又弄坏了 然后他会发炎 那会不会搞到整个手指没了 那如果我没有手指 我以后怎么打字 我以后怎么剪片呢 这个是维生工具来的 那如果我维不到生 那我怎么办呢 以后我不是要转工呢 就是我会一直这样 将这些问题延伸下去 但是根本其实可能我只是戒上一只手指 其实可能真的一两天之后 就会自己好了 但我就会有很多这些 想得太远太多的东西 其实我觉得未必只是我 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有这一种的问题 那所以他就叫我 偶爾要明白啊想啊 sense到自己有想太多的这个行动的时候 就要立刻停 立刻去做其他 或者是转想其他东西 那以刚才那个表达情绪问题 我觉得他分享了一个很好的方法 就是他叫我写一记 其实我在商谈之前 我已经感觉到自己是需要 想写下一些东西 所以我之前都买了一部iPad Pro 去写一记 之前都和大家分享过的 其实他不是真的叫我写一记 整个发生什么事 他是叫我写下 令我感情有起伏的事 譬如啦 其实是真的我早前发生的事 就是我今天买东西的时候 遇到一个态度很差的店员 他说话太没礼貌了 所以令我心情很差 但我晚上呢 住了一个 我觉得很好吃 又放得很漂亮的晚餐 所以心情立刻变好了 最好越仔细 越具体越好的 因为呢 目的其实有两个 首先就是要知道自己有什么的情绪 除了不开心 你是任何情绪 你都可以记得 譬如我开心 好眼睡 好肚饿 好冷 好热 这些全部都是感情的表现 首先就是要了解自己有什么情绪 做了什么事之后 令到这个情绪消失 或者继续维持 这个就是一个解决的方法 譬如我刚才不是说 因为我住了一个好吃 又放得很漂亮的晚餐 所以心情就变好了 也都是因为这个做法 导致我最近常常提仪式感这件事 就是因为我通过这个商谈 令我知道对我来说 做一些仪式感重的事情 把我看到的东西做得很漂亮 很有画面 我就会令到自己的心情好 我会觉得有个小确幸 而这个小确幸呢 是可以令到我 有回力量的 但可能有人会说 我没有钱 这又不是韩国 我没得看这些免费的商谈 其实我觉得最终的答案 其实就是找到问题的根源 就是重新找回一个目标 在哪里跌倒 在哪里起身 最重要就是不要逃避这件事 其实呢 韩国是一个很极端的民族 如果这个是仔细的 当然是最极端的 然后是超级不好的 这件事当然是 但是极端这件事 也有他们的好处 譬如韩国人呢 他们有些吃辣椒 都要点辣椒醬 就是他们要追求那种 极端的辣 如果有伤口 就用盐 或者酒精去 辣伤口 那股辣 很痛 但是伤口就会立刻好 是万事万多的 就是他们觉得反正辣 就辣到底 反正都要痛了 就不用拖那么久 没有手尾 那我这段期间 其实除了和心理商谈丝 去聊天之外 那我都有和很多 不同的朋友聊天 因为我觉得每一次呢 他将我内心的想法 100% 告诉商谈丝 的时候呢 我都好像慢慢習慣了 分享多一点我内心世界 出去给大家听 我都觉得好像 慢慢有习惯到 分享自己内心世界 出去给人听 所以为什么呢 最近我开始有做心事台的原因 某程度上 我都想将自己内心的想法 去和观众朋友分享 这个做法 我觉得令自己 每次分享完 其实我自己内心都有 爽很多 然后最近身边 有个哥哥 我跟他聊的时候 他就 说了一件事 他就问我 西游记 有什么好题 那我就回答他 嗯 应该是每一集 都有个难关 所以才会 一直追下去吧 是因为西游记 他们取西经的途中 是会经过九九八十一的劫 是要过关斬杖 才可以取到西经 是要过难关 修成正过 才好题 其实人生和西游记 一样都是一个旅程 不同的阶段 是会遇到不同的难关 其实每一种都是锻炼 因为有这些锻炼 人生才会有意义 流下来的历史才会特别 最重要的就是 事情没有影响到人 没有害到人 其实自己做了什么 其实都不是说 那么有所谓 那么重要的 因为这一个就是自己的历史 听完他说之后 我都努力参详这番话 我相信理智上 大家应该同样 都是非常明白的 但是感情上 有没有那么有余力去做 这件事呢 我觉得都是需要练习的 今年都还有一个月 可能今年大家都有经历过 大大小小不同的 所谓苦难劫 大家都会觉得 经历的当下是很辛苦的 但是现在年尾 你看回头的时候 其实又被自己过了 人生的路路很漫长 我们要继续加油 晋飞的感悟 我觉得是年尾 特别会令我想得多 就是年尾 大家就会回顾这么多月 以来发生过什么事 虽然今年也没有什么好事 特别回顾 回顾完之后 就可以看看下一年 准备怎么过 那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了 我们明天再见了 谢谢大家收睇 Bye By the way 我是没有忧鬱症的 只是不安和忧鬱的 比一般人多了少少 但我现在已经回来了 好 好